我们再来关注伊波拉疫情的最新消息 继美国、英国和加拿大之后 法国和捷克政府也宣布将在机场展开 针对伊波拉的检疫工作 而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第二名染病的医护人员 在确诊患病的前一天 乘搭过国内航班 引发了民众和医护人员对政府防疫工作的质疑 新确诊的女护士安贝尔和第一名染病女护士 在同一家医院工作 都曾护理过已病逝的伊波拉病患邓肯 护士工会指责院方处理不当 不但没有为医护人员提供必须的保护服 一些有害的医疗垃圾也随便堆积 当局认为至少有76名医护人员接触过邓肯有感染风险 据报道 新确诊染病的女护士在星期一搭飞机前 曾经向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通报自己发烧 但由于体温低于当局规定的警戒体温38摄氏度 所以卫生官员并没有阻止她乘搭飞机 和这名女护士乘坐同一航班的132名乘客已经接到通知 但是疾病控制中心也表示 这些乘客感染伊波拉的可能性不大 美国总统奥巴马已经和多国领袖联系 要求各国携手合作 共同加大力度对抗伊波拉 共同加大力度对抗伊波拉的可能性不大